音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愛麗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xcel的這個亮彩柔嫩唇膏 那總共有八個顏色 一樣前面會有手上跟唇上的刷色 後面會有我比較喜歡的顏色 跟新的感想使用的新的感想 那對這支唇彩有興趣的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前面的刷色是不是有一种鬼打墙的感觉 继我之前分享那个Integray的那个唇笔之后 这一系列的唇彩又是一个鬼打墙的系列 好 那先讲一下这个唇彩 这个唇彩的包装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它非常的轻巧 所以就是size就差不多就是一个手掌大 所以非常的好携带 然后它的上面有个很可爱的唇印的logo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这次算是印上 它不是贴纸哦 它的那个质感还蛮好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呢它打开里面就是这种 很亮很亮的这种唇彩 好 那既然这种是比较 潤唇的这种唇膏的话呢 第一 一定不持久 对 所以如果呢喜欢持久 然后很显色的话 这一支可以pass 那如果你是喜欢淡淡的擦上去 有一点气色啊 然后很滋润双唇 平常嘴唇比较干的人的话 其实就可以考虑这一款咯 那这一支唇彩很细心的地方是 它有SPF21PA两个加的防晒系数 因为嘴唇啊真的是大家很容易忘记 做防晒保养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它其实就有防晒系数 那你平常啊上班啊擦其实就非常的OK 那这一系列总共只有出八个颜色 那我分别就是有 觉得它的色系的区分01到04是比较橘色调的色系 然后05到08就是比较带红色调的色系 所以呢如果呢喜欢哪一个色系 你就可以直接从那一半边做挑选 但是它因为是这种比较滋润型的润唇膏 所以在遮盖唇色上面真的也都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弱 这个应该都会知道 所以不同的人上上去的感觉 颜色的呈现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你搞不好你是比较深的唇色 结果你擦了带红掉的这种唇膏 反而变有GG的感觉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唇膏还是建议去试色 如果可以试在手上的话就试试看 如果可以上在嘴巴上的话 会更准啦 就是知道说更准确的唇色 到底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然后它因为真的很滋润 所以就是你拿起来啊 这样子 随便露 随便露都可以 然后呢 你涂得越厚 它的颜色会越明显 像我现在这一支 我觉得是里面最深的颜色 它是08号 就是最红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现在多上几层 它的颜色会比较明显 但如果你平常喜欢淡淡的 你也稍微有气色的 你其实抹个两三次 我觉得其实就非常OK了 那这个是百分之百会占杯的啦 所以不用 不用就是奢望说它 这款可以多厉害多持久这一种 那因为它毕竟主打的是润唇的效果 所以擦起来的话就会是这种 水润水润嘟嘟的这种感觉 好 那就进入到我比较喜欢的色系 第一个的话是02号 它是偏橘色调的唇膏 这样子 很橘色调 是不是粉嫩粉嫩橘色的 我觉得擦起来在我嘴巴上面 才会这一支才有显现出那种 微微的橘色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如果以橘色调来讲的话 我喜欢2号这个颜色 然后再来是5号 5号这个颜色它是里面我觉得最粉 最跳的一个颜色 你看它转开是不是很明显就是很粉红 可是上起来你要上多层一点才会有 比较粉掉的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唇色比较深的人 可能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这种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的本身唇色不是到非常非常深 所以呢至少还可以微微的看出来就是这些润唇膏的颜色呈现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一支就是比较带粉 很粉很粉的这个颜色 再来最后一个第三支就是我现在是在嘴巴上的08号 它是最红的颜色 所以呢如果唇色真的很淡 然后想要就是比较明显有气色的话 真的可以选择08号 那08号你要堆叠到很多很多层才 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至少来回刷了至少有七八次以上吧 如果你只刷个两三次就是这种 比较淡一点的 然后再跟你的唇色做一个混合 会比较不会这么的鲜艳亮丽 所以它会再稍微低调一点 没有到这么的夸张 那总共是2号5号8号是我自己 上在我自己的嘴巴上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颜色 那就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大家挑选的时候 也可以朝这几个色系去做选择 那今天以上就是我这个 Excel的亮彩柔嫩唇膏的分享 真的是 真的就老实讲 这几个颜色真的都很鬼打牆 所以建议还是要去试一下哦 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这个影片按个赞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补定时 会有更多的影片更新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会有更多的生活动态哦 好 那我是爱丽丝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是爱丽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xcel的这个 那今天以上就是我这个Excel的